美国航母集群中国海军 美国航母集群中国海军找到了美国航母集群的弱点,真的吗? 自古以来,海洋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。 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泽来到如今的世界警察美利坚,都是海上的霸主。 但归根结底,海军力量的强弱取决于军舰。 要说最近在军事领域,最令国人们振奋的,引起全球轰动的,无疑就是两艘055型驱逐舰同时下水了。 国外的一些军事评论者,甚至抛出了诸如中国挡住美国舰队的去路, 中国海军,找到美国航母集群的弱点等言论。 我也为大家搜索了一些网上各国网友和媒体发表的一些评论,一起看一看, 美国航母集群美国媒体给出的三评是,中国的战舰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。 俄罗斯网友说,干得好,中国。 虽然我不知道是该高兴,还是该悲伤印度网友则表示,真糟糕。 中国不带质量超过印度,数量也已经超越,印度不可能再和中国比拼造舰了, 因为印度没有能力也没有资金去这么做。 可以说,055型驱逐舰从开工建造的第一天起,就备受关注。 据一直关注新型驱逐舰的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披露,055型驱逐舰上183米, 矿22米,缺水8米,标准排水量9000吨,慢的排水量12300吨,最大航数32航, 续航7000海里,定源310人。 055大区资料显示,055大区主要天线采用共情设计,具有较高的信息。 化水平及引擎性能,兼具较强的防空、百岛、反潜、反舰、陆舰、陆上攻击和电磁战的综合能力, 它更适合目前的海战,更适合航母战斗群。 那么,真的像各位网友说的一样,中国海军找到美国航母集圈的弱点。 接下来我们围绕着这一点,来详细地进行分析一下,美国海军目前拥有20艘航母, 其中,11艘为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,包括10艘尼米兹级和1艘福特级。 此外,9艘是大型两栖攻击舰,也能搭载F-35B等最新战机。 而我国目前投入使用的只有一艘改良版的航母,另外一艘国产航母尚未投入使用。 针对这种非对称现象,配备高效帮空系统和强大导弹武器的大型战舰十分必要, 可以在美国航母驶往南海的途中将其进行有效的机会。 052D行驱逐舰 我国第一位航母克星,是8500多极的052D型驱逐舰,公开资料显示,052D配备了贼质LJJ-346有源相控制雷达V-14A和先进的百岛反潜防御系统, 而且它还携带了一系列远胸反舰导弹。 这么多年的魔力海战也证明,以持强有力的驱逐舰编队,也能凭好美国航军的巨大优势, 只要摧毁由驱逐舰和潜艇组成的护航编队,秘密斯基和福特级和航母,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 按照美军的惯例,线意状备往往都会比其他国家至少先进一代才有优势, 可近年来,这种状况不断被打破,我们也将055大区与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DDG-1000主母沃尔特级驱逐舰做了一个比较。 从火力上来讲,055大区主要配置了垂直导弹发射装置,用来增强火力密度和反应速度。 它拥有通用性垂直发射系统,共装载了102单元,可以混装长舰巡航寻航导弹, 英机系列反舰导弹,海红旗系列防空导弹,新型反旋导弹,性能非常全面。 055大区与朱姆沃尔特装的是两门155舰炮,而不是垂发。 虽然新型舰炮射程可以达到180公里,但是这样的武器更适合对陆攻击,并不适合海战。 也正因如此,就在我们的055正式下水的时候,美国军防却第一时间把还没有完工的三艘DDJ1000型驱逐舰,直接从战斗袭裂里出了名。 而对外的解释是,因为舰上的多项技术极为不可靠,需要进一步改进。 国际军事专家莫西西斯表示,055大区超过了他们的预期,展现了中国强大的造舰能力,这艘军舰也将成为21世纪的驱逐舰中的标杆体检。 不管怎么说,像055大区这种汇集了我国最先进科学技术的超级战舰,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多。 我们也坚信,服役后的055大区,一定会担当起,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重担,成为我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历界先锋。 作者,军令如山。 作者,军事专家,军事专家,军事专家。